哈囉 大家好 我是默默 最近天氣越來越熱 出門很難不流汗 那我實在不喜歡那種令人尷尬的氣味 喜歡身上香香的 所以我有很多香水香氛的保養品 走到哪裡都香香的 心情才會好啊 Japala是我很喜歡的 泰國香氛品牌 現在台灣有正式的代理商 雖然是泰國品牌 但是可以看到它的包裝充滿濃濃的古埃及風情 因為它是亞洲唯一獲得開羅進口許可的 埃及香精 而且Japala是古埃及與絲繡薄紗的意思 創辦人相信香水就是一種魔法 穿上Japala就好像穿上一層隱形的外衣 讓你舉手頭竹間都能散發自信與魅力 今天要來分享Japala的黑玫瑰系列 那這系列有香氛精脆、香氛磨砂膏、香氛柔膚米 那這三個的香調是一樣的 都是帶有獨特花蜜香氣的埃及玫瑰 還有令人放鬆的天竺葵 尾韻還帶有淡淡的果香 那我覺得這個香調聞起來有一種神秘感 但是不會太過濃郁 是一種令人陶醉的氣味 先來看看黑玫瑰香氛精脆 Japala的香水包裝都很精緻 是會讓人眼睛一亮的那一種 外盒設計成一本魔法書 打開來裡面就是超級漂亮的香水瓶 這個香水瓶是純手工瓶生喔 我覺得這個超級適合做交換禮物的耶 收到應該都會滿開心的 香氛精脆是沾棒式設計 它是骨埃及製造的香水油技術 完全不含酒精成分 像這樣用沾棒直接滴一滴就可以了 油的質地更容易讓身體吸收 會很像油內而外散發出來的香氣喔 而且它的香氣很持久 可以持香8到12個小時 我自己實測是早上出門前滴一滴 到傍晚左右還是可以聞到淡淡香氣喔 除了直接用在身上 它也可以加到水氧機或擴香時 讓室內空間充滿舒服放鬆的香調氛圍 另外也可以在泡澡的時候滴入兩三滴 就可以泡一個香香的澡 可惜就是我們家沒有浴缸 下次旅行外宿的時候我要帶去飯店泡澡 再來是黑玫瑰香氛磨砂膏 這個我會在沖完澡後皮膚已經清潔過的時候使用 直接擠適量塗抹在肌膚上 再加一點水均勻按摩 它的質地很細緻 按摩起來沙沙的質感還滿舒服的 按摩的時候黑玫瑰香氣很舒壓 覺得差不多再用水沖洗乾淨就可以了 沖洗完後很清爽不會乾澀 但洗完澡之後就可以用這個黑玫瑰香氛揉膚乳 它的質地很絲滑很容易推勻 用起來舒服不綿密 很適合台灣的天氣 揉膚乳的香氣大概可以持續二到四小時 相當於市面上販售的淡香水濃度 有的時候如果只想要若隱若現的淡淡香味 我就會單擦柔膚 那開箱完畢我來總結一下 我覺得黑玫瑰香氛的氣味真的滿特別的 一直給我一種陶醉的神秘感 如果閉著眼睛聞到的話 我會覺得是一個黑長髮的美女 這個香氣是可以讓魅力更加分的 那當然不只是香氣吸引人 JAPARA的包裝也真的很精緻 這麼漂亮誰不喜歡呢? 如果你也喜歡古埃及神秘華麗的風格的話 快去JAPARA逛逛吧 老樣子傳送門我就放在貼文的資訊欄喔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開小鈴鐺 還有追蹤我的Facebook及IG 我是莫莫 咱們下回見啦